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要要美味的小厨房 我是Christine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如何用稀释的方法 来优雅的拆解一支枕机 要有一个非常分离的刀 最合适的刀呢 就是我手上的这样的剃骨刀 也叫Bony Knife 那剃骨刀呢也主要有两种类型 像我这把呢是非常坚硬的 没有什么弹性的剃骨刀 它叫Stiffed Bony Knife 而这一把呢它非常的有弹性 叫Flexible Bony Knife 可以更好的呢在这个肉和骨头之间 有肉有余的进行操作 要让整支机回温到室温 它的关节就全部的打开 而不会非常的僵硬 那在切鸡以前呢 我们也要用厨房纸巾 把这个鸡皮呢 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都擦干 我们在切的时候呢 就比较容易固定 它不会打滑 直到就是说你擦上去 有一种粘粘的感觉 第一步的操作呢 我们要把这个锁骨给取出来 是一个V字形的骨头 用手呢就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 用这个刀放在这里 然后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刮厨的动作 就把它的这个骨头呢给暴露出来 这边也是一样的操作方法 这时候呢你就可以用你的拇指和食指呢 把这两边的肉呢尽量的拨开 这一侧也是一样的 就顺着它一直往下走 一直到它的前端 你会摸到呢一块扁平的部分 就说明已经到了头了 然后呢你就可以抓住它往上 往上拉 然后呢再把它往后一扳 就是我们的这个wishbow 接下来要取鸡大腿 先把这个鸡的枪边上的这些多余的鸡油和鸡屁股呢 先把它去除掉便于我们的操作 那这些鸡油呢你可以保留 但是如果你不吃的话呢也可以就扔掉 这个鸡屁股呢我把它取掉 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说有一根脂肪线 把它拉起来呢靠近这个鸡腿的位置 画一刀鸡腿和鸡胸呢就把它分割开了 最大化的确保这个鸡胸上的鸡皮的完整 两边是同样的拎起来 你就可以清晰的看到这边的脂肪线 你就切着这个鸡腿 轻轻的划开 翻过来 腿骨的根部呢上面有两个球状的肉 这个呢叫oyster 也就是鸡肉中的生蚝 在整个鸡里面呢最嫩的部分 要完整的取下 千万不要浪费 用手指呢你可以顶住这个鸡大腿的这个根部呢一扳 你会听到这个骨头的斑过的声音 把它这个骨头呢在两侧让它expose出来 看到这个鸡大腿和这个鸡背呢连接的部分 先把它翻转过来 用这个厨房纸巾呢把它包裹住这个鸡腿的根部 帮助你固定堵它 就在这个鸡尾上方大概一厘米的位置 轻轻的画下去 好到了这个凹槽了你就画过去 到了这个部分就要停止了 那再下去就是这个oyster了 那你就用这个刀在这里抵住 这个手呢往上拉 好这个oyster就从这个凹槽里呢 被完整的取出 再往上拉一下 好那我们就用刀呢把这个皮轻轻的割掉 那整个鸡大腿呢就完整的取下 这个oyster呢也就取下来 另外一边呢我们是同样的操作 看到没有 往上一拉 好另外一边呢也就完整取下来了 我先把这两只鸡大腿呢放在一边 我把它翻转过来 这个鸡胸的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根中心线 这里有一根胸骨 英语里面呢叫cubon 沿着这个中间中心线呢轻轻的画一刀 这根胸骨呢就露出来了 就轻轻的用这个刀 沿着它从后面开始走 画下去 调整你这个刀的角度 目的就是取下最多的肉 可以看到 这里就是有一根骨头叫arm bone 连接它的翅膀 就继续往下 arm bone和它的翅膀的关节处 在这里画下去 整块鸡胸和鸡翅膀就取下了 这就是它当中的那块cubon 它是个非常软的骨头 这里呢它有一个凹槽 沿着这个凹槽呢画一圈 这样我们等会在取另外一边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这块肉呢完整的取下 同样的我们沿着这个cubon呢 轻轻的画下去 又到了这个关节处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鸡骨架 我先把它放在一边 在这个鸡胸它后面呢 连接着两块这样的浮在上面的肉 这就是我们的鸡里鸡 是仅次于我们刚才的鸡生蚝呢 最嫩的部分 你就轻轻的这样把它往下一拉 它就下来了 那在西式的切鸡法里面呢 鸡胸肉呢一般有两种切法 那第一种呢叫Airline 在鸡胸肉呢上面连接着我们这个鸡翅根 在这里呢画一刀 不要画在这个关节的部位 要画在这个上方 它的作动是这样的 这个骨头呢和它的连接部位 是这样的一个关节 它这个关节呢是扇形的扁状的 那你要这个方向把它往下拌 连接的骨头呢就会完整的被暴露出来 你可以感觉一下这个骨头 是这样子的 那你不要往前往后 就沿着这个骨头扁平的方向 往下 看到没有 这根骨头呢就非常干净的暴露出来 不会带着任何的这些软骨 取下来点掉 带着这个鸡翅根的鸡胸呢 我们就叫Chicken airline 会让整个鸡胸呢显得更立体更大 所以它是在西餐里面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方式 鸡中翅加上这个鸡翅尖呢 那同样的在这个关节的上方 我们在这里画一刀 往下一扳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两根骨头就暴露出来 在这里轻轻的一画 这个鸡翅尖呢就可以取掉 这个就是我们的鸡中翅 那另外一边的鸡翅呢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操作 好了 然后呢我们这个Chicken airline呢 如果说你不需要把这个鸡翅根沿在上面呢 也很简单 你只要沿着这个方向呢把它切下来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Supreme 就是非常干净的一块鸡胸肉 那这个鸡中翅呢在西式的切鸡法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做法 他们会把这个小的鸡葡头呢先去除 你就直接把这个手呢抵住它 把骨头往上 这小的骨头呢180度这样子 这小骨头呢就取出来 这个肉你用手轻轻的往下拍 就这样 它就像一个郁金香的花朵一样 叫Tulip 也叫Lollipop 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造型 当中一个凹槽 你可以在里面塞上一些芝士啊 或者其他的甜出物 然后裹上面包粉呢 把它榨一下呢 也就是一道非常好的菜 另外一个鸡中翅呢 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操作 往下 好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说 我们怎么样把脚腿和鸡大腿呢把它分割开 翻转过来 这里有一根脂肪线 这就表明是它关节的连接处 那你只要在这个 沿着这个脂肪线轻轻的下刀 你就可以轻松的把这个鸡大腿和这个鸡小腿呢 就完全的分割开了 另外一个呢 同样的操作 在这个位置 脂肪线 如果你觉得有阻力的话 就稍微的偏一下 那这个鸡骨架呢 是用来做鸡膏汤最好的原料 这个鸡皮呢 可以把它先去除掉 上面的一些多维的脂肪呢 你也可以把它先处理一下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鸡膏汤呢 最为的清澈 保存之前你先不要去用很多的水去冲洗 不然的话那些水呢 都会和它结冰冷冻在一起 不容易之后的进一步的操作 那就直接把它这样子冷冻起来就可以了 最后再来看一下拆机的成果 处理好的鸡骨架 鸡汁尖和刚才这个鸡中吃里的两根小骨头呢 都和这鸡骨架放在一起呢 用来熬个鸡膏汤 包括我们的这个wish bone 就是它的锁骨 chicken airline 飞机型的鸡胸肉 bread supreme鸡饼鸡 drumstick就是小腿 但普通的鸡蛋腿 鸡汁根 这是两个鸡中吃 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dramat 这个呢是做成了非常可爱的 预金箱形的叫tulip或者是lollipop 今天的切鸡呢 就到这里没有任何的问题呢 都欢迎跟我留言 我会尽快的回答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Christine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节目呢 就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或者是关注我的公众号 样样美味 希望可以看到大家更多的留言 点赞和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